能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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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谷 我是加拿大来的 今年我是29岁 小谷来自加拿大 你好 你好 您好 欢迎您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儿子女生对小浦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0号面证的原因 来问一下你多大了 29是吗 对啊 那我的钱啊 29张的16岁的小男孩 我对不起 不是小男孩 小男孩 我不是小男孩 我是朋友 29年后 一个小孩在高兴 18岁 他在高兴学校 最后一年 他来到中国 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叫菲利普 大家都叫我小普 中国人说 瘦人鱼鱼 小老师 Fish 不对 是叫水上长 生长 成长 所以我叫水上英文 他们呢 就叫我中文 他们说你知道空龙 请问话是什么意思吗 What? 所以為了方便交流,我隨身會帶著我的小秘書。 18歲起我就堅持美洲健身,健康的生活很重要,所以我堅持小吃多餐,堅持午短飯。 說到這,我最愛北京烤鴨了,但我很少去吃,因為那麼大一份我自己根本吃不掉,太浪費了。 我不喜歡做家務,我好怕收拾房間裝到樟欄,有個中國字叫全盲,所以你們會喜歡這樣的我嗎? 中文稍微差一點,你現在的中文,你要自己給自己打分的話,你能打多少分,滿分,100分的話。 百分之九十。 對自己的評價有點離譜。 來,我稍微測試一下。 中文裡邊,表達我,很多種說法。 你能說出多少種來? 我就認識八百中國字。 這個例子。 電視劇裡邊的,黃帝,說自己叫朕。 他,他要說我,他可以說在下。 客氣話。 中國人的客氣話。 黃老師,他要說我,可以說本宮。 我還以為是臣妾。 我還以為是臣妾。 那我,我,我說,我,我,老的。 小的。 有了。 有了。 也許也是,也是,也是。 我想問一下,10號。 剛才我們說的那一段,你聽懂了嗎? 我聽懂了,我就是想幫幫男家。 哎,幫他。 明白。 你可以,你是, 你说自己可以有哪几种称呼 你说一下 我就是到咱们的 咱们 对 在孟非说的那个 都是在特别特定的关系当中 称自我 就是一般的那个意义上 称自我应该是咱啊 什么俺啊 毕人 毕人都可以 或者说不才 俗下 这个意思 跟他说也白说 1号 孟爷爷 我就想问您 我能给他爆灯吗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懂 你可以 这个里边有 我跟他之间的一个 默契 一个秘密 对 这姑娘 我知道 真的有点背 她在这个台上 一共给三个男生爆个灯 那就那么巧 那三个男的 都是为了那 他才让另外的一个女的来的 第三次他疯了 他说 我怎么那么会啊 我以为喜欢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就专门 为某一个女的来的 最后他就跟我说 孟爷爷 我以后要爆灯之前 我一定先问你 这人是不是为谁来的 我告诉你 他不是 我想说那个 今天呢 刘烨老师是我的老乡 我相信他能给我带来好运的 所以男嘉宾牵不牵我 刘烨老师是有关系的 你得好好输把的力啊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 1号那个女孩 蹦 灯就爆了 蹦的一声就爆了 就是她决定就跟你走 做你女朋友 你如果愿意的话 今天你就不会白来 我可以在这里聊一会儿 她要聊一会儿 她要在这儿过过瘾 你还想跟谁聊啊 我都爆灯了 对 东北香港能不能聊吗 东北人 她愿意跟你走了 我们得把流程走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来一趟也不容易对不对 对对对 3号 男嘉宾 你好 说慢点 她听不懂 对 男嘉宾 你好 就是虽然你中文不太熟练 但是没有关系 你讲的话 我们都能够听得懂 要跟中国女孩子交往 就是一定要明白一个 就是我们中国博大今生的 这个文字以内的这个语境 那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呢 对你说 你好讨厌 好 还有一句话叫做 你好讨厌 好 那这两句话呢 到底是分别是哪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你 另外一个意思 我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你 那这两个 你好讨厌 他也和你好卡燕娥 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 告诉他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今天我真的是过一下了 做得好 就是今天他们谁说什么 你都听不懂就行了 他说的有一点 一个人吃烤鸭很心酸 你们想一下 单身的时候 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最心酸 吃烤鸭 吃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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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别的 为什么就没有烤鸭那么心酸呢 烤鸭它 多呀 被切成一片一片了 旁边还有面 这边摆着那个葱条什么的 你想想 连那个葱啊 烤鸭的都有个瓣 对对对 还退下来吃 对对对 姜还是老的 黄老师连这个 他都能找到一个解释 连被人吃的葱和面皮和酱 他都有个瓣 我一个人 我连烤鸭都不如 你们是怎么想的呀 那为什么吃火锅就好一点呢 火锅里边也有好些佐料 大家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最心酸的 20号 有的时候下班晚了 然后自己开车回家的路上 就会觉得特别的心酸 你就觉得应该有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 一个人下班 还没有车开的人 是不是 更有习惯的 他想说还有个车 跟他在一边 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不要自己回家 有人接 15号 我觉得我最心酸的时候 是我每次一个人 出去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快乐美好的东西 是需要有人分享的 男嘉宾你觉得呢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好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他做很好 我也一样 什么 我也一样 他愿意吗 我也一样 他也一样 哎呀 他也一样 您离得太近了 听不清楚 但是我们是经过反送回来 你听懂了我也一样 我突然想起个事 想起个事 有些事情确实 有些事一个人做 比如读书 它就适合一个人 安安静静的 听音乐 但是有些事情 确实一个人有点心酸 有些事情 它就适合两个人做 明天晚上4月12号 江苏卫视晚上播出一档 大型真人秀节目 《为他而战》 是各自文明星的教育 老公看你的 那是素人版 这个《为他而战》 是明星版 就比较说像刘燕 你带着你法国媳妇 可以上那个 《为他而战》 那个节目 来了好多明星 明天晚上 这个不是广告 这就是广告 来看下一条 18岁的时候 我希望学校最漂亮的 一个女生 可那时她和别人在一起 我真的很想问 嘿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但那时我好害羞 如果放到现在 我一定不会错过她 后来我在多兰多 学过一个女生一周 我们一起出去玩 当我发现她很划心 她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希望有很多男生注意到她 我觉得爱情就要一心一意 放弃她 是因为我渴望一份单全的感情 来到北京 也有女生希望我 但我对她们没有感觉 有人说 你帮上有些漂亮的女学生啊 但我不要 我要做个好老师 但是以往有漂亮戴眼镜的女儿 我希望她性格容易相处 看到她就会很开心 这样的女儿在哪儿呢 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呢 你们女生当中 在过去的交往当中 我们女生当中后悔的事情 想一想啊 她突然 她突然 问你呢 她突然启动的这个点 蛮奇怪的 李涵 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追我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不能早恋 我就拒绝他了 后来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默默地为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才把结局告诉我 我现在蛮后悔的 你看这姑娘 你刚才听了吧 这姑娘到现在 一次恋爱经历没有 唯一的一次 她还把人拒绝 但那个男生孩子昨天出生了 你后悔没有成为 那个孩子的妈是吧 是 我当时应该答应她 很好的天 是 听懂了吗 我没听 我跟你说啊 没听懂是个能力问题 没听是个态度问题 她说我没听 没听懂还是没听 我看美女 我觉得这是一个技巧问题 她说我没听 我在看美女 这哥们也够梗子的 我觉得像那蠢门号 可以把那门给挖去了 15号 我比较后悔是在跟我以前 男朋友的相处中 会说一些比较狠的话 当一生 比如 比如 比如说你走 再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再也不要听到你这个人 大家往往是这样的 就是把一些比较狠的话 用在自己很亲的人身上 但是当这个结局 真的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够面对的 男嘉宾好像没听懂 没听 我懂 我懂 我会好照顾你 他发现了这句话 搁在哪儿都合适 不管你们说什么 他都会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这句话是一句很百大的话 你告诉我 你觉得你的中文水平 能达多少分 我觉得 不错 我们来看他的朋友采访 菲勒婆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nice的人 他说话总是笑咪咪的 所以他的学生都很喜欢他 而且他出手很大方 会经常请朋友吃饭 菲勒婆不仅平时 请我们在外面吃饭 自己能做的一手好菜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好人 所以会经常很难拒绝 别人的请求 会把自己搞得 有一点焦头烂额 经常会乱用成语 有一次我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努力地 学习中文 他说飞到黄河心不死 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你还是那么地腼腆 如果想要追到女孩 你要好好想一想 像我一样大方一点 他们说你做的一手好菜 是怎样吗 嗯 好吃 你做的是中餐还是西餐呢 中国菜 你说几个你最拿手的中国菜 公包鸡丁 公包鸡丁 饺子 饺子 饱子 饱子 再说几个 再说几个 西红炒鸡丁 好 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炒鸡丁 对 对 对 最后一个 想不起来了 泼妇 泼妇 泼妇啊 豆腐 泼妇 麻婆豆腐 简称泼妇 这厨子是川菜系的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角力 上去灭掉四盏灯回来 他杀了一个毁马枪 有请1号 23号 5号 70号 20号 有请 7号 23号 我请 7号 23号 4号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他给心动一部分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时候 1号赵群阳的想法是 这个心动女生 最后留灯到最后 就在台上的这种概率也不高 好 让我给他感想了 十项资料你选一样 我选第二个 情感经历 好 看一看 23号 谈过两次恋爱 目前单身半年 1号 谈过两次恋爱 目前单身一年 7号 谈过四次恋爱 最后一段印象比较深刻 对方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让他们出门接触别人 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后成功出逃 目前单身半年多 你的那一段 最后那段情感经历 很像电视剧里边的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在我一起的话 你有什么想法教我中文 你是来找中文老师的吗 你放在那7号 那我们就天天去KTV得了 我教你唱歌 唱中国情歌 我不会唱歌 谢谢 赵群阳 男嘉宾 首先我就是普通话老师 我的学生都在依靠 所以我教你普通话 绝对没有问题 23号 咱们就可以在日常的对话中学习 然后我也可以 就是把英文练好一点 用英文交流 人家要学中文 你说学英文 刘烨 你觉得他最后会选谁 这就难说了 新中女生在 我觉得真的几率 真的很小 这我就不好说了 猜嘛 就是刘烨老师不想伤我 这是 黄老师你觉得他会选谁 我觉得他要是听得懂中文 他可能会选一号 但是就怕他根本听不懂 所以他就还是选新中女生呗 这局不好压 你的选择是 你自己过去吧 好的 对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手机购物APP主主街 提供的爱要九九红包注目 想淘宝就上主主街 我选我的生动 因为他很漂亮 他很可爱 他做舞很好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特别可爱 虽然他做舞不太好 但是就是说话就特别逗 特别萌的样子 然后一直会笑 看他听他说话就会想笑 然后很喜欢 男嘉宾在北京 然后我也在北京 所以我们两个距离很近 你会带我去哪里呢 我们可以在北京一起玩 一起看电影 一起学中文 演你学习英语 让我们和途牛一起去马尔代夫吧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519加女嘉宾 编号发送到106666666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世纪佳缘网站 百合网 真盖网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本节目由9块9孩包邮的 手机购物APP楚楚街 特别呈现 今晚24点前下载楚楚街手机APP 更有百万优惠券 现实风抢 想先了解下期精彩内容 请关注《魔法传奇》美丽播报 节目最后感谢韩束晒美白 独家冠名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感谢手机购物APP楚楚街 感谢我的选择景田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感谢野马T70汽车大力支持 感谢《非诚勿扰》 指定面膜里的专属面膜 《魔法传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第一个鸭和尚 跳山们跳水车 那不是还缺一个吗 第二个鸭和尚 跳山们跳水车 你和哪来的 我这长春天 你能好好说话吗 干嘛呀 选心动的时候 往这边看半天 你送东西的时候 又没敢看我一眼看 我比你害羞 你知道我们女生 最喜欢男生你爱我 大胆说我爱你你你 不够坚定 你敢跟我匹配一张没错 你来一个 那就是青藏杆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狠狠扰扰之间 我明亮和说乎 照顾与我相爱的人 看得多了 我肯定是什么 我肯定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